温宁,今日我得走了 再不走,就要被兰湛发现了 这条狗我就交给你了 我后天上午再过来 你接着陪我练,可以吗 魏无羡看着这条外表凶悍 实则慵懒的大黑狗 颇有些无奈 但今日它真的没时间了 若被兰湛发现它不在云深不知处 那麻烦可就大了 没问题,魏公子 不过,你总得给这狗取个名字吧 我养着它,它总得有个名字吧 不然,我怎么叫它呢 温宁倒是很高兴 这意味着魏无羡会经常到它这里来啊 又要取名字呀 既然家里有个小公子 这个就叫大个子吧 魏无羡想也没想 一条狗嘛 难道还得像给古色起名字一样 去翻庄子不成 这家伙这么大块头 叫大个子正好 名副其实 大个子 就连一向崇拜魏无羡的温宁 都实在有些看不上这个名字 魏公子当年不是排名前四的世家弟子吗 应该也是饱读诗书的 怎得就取个这样的名字呢 大个子不好吗 魏无羡一脸真诚地问温宁 好 大个子就大个子 温宁连忙摇头 魏公子取的名字一定是有道理的 不是都说大俗即大雅吗 魏公子给这条狗取的名字估计就是这个意思了 大俗大雅 好 那我真的走了 你这两天想想办法 让他凶一点 他要老这么懒洋洋地趴着 我不恋也不怕他呀 魏无羡摇摇头 这大个子实在令人失望 唉 魏无羡匆匆告别温宁 遇见返回云深不知处 门口值守的弟子已经换班了 并不知道他早上出去过 见到他从外头回来感到有些惊讶 但也只是恭谨行礼并没有多问一句 五尖将至 弟子们都在准备吃午饭了 廊下没什么人 魏无羡有些着急 今日的时间还是紧了些 蓝湛一定已经回到静世 他会不会到藏书阁去寻我 魏无羡想了想 为了稳妥起见 决定舍尽求远 先绕到藏书阁的方向 再往静世走 这样就算蓝湛去藏书阁 也会在路上遇到我 不至于露出破绽 自以为严谨的魏无羡 还没踏进静世的院门 就听见蓝忘机的琴音 太好了 机在弹琴就说明没起异心 魏无羡松了口气 晃晃悠悠进了屋 原来饭菜已经上桌了 蓝湛正等着他吃饭呢 回来了 蓝湛头也没抬 心里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虽然他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 但没见到人回来 始终是悬着心的 嗯 魏无羡难得一进门 就主动洗手洗脸 他很担心身上有什么味道 毕竟在那卖狗的店停留了许久 蓝湛的鼻子一贯挺灵的 千万别被他闻出来 蓝忘机一看就明白了 这家伙心还挺细 生怕露出蛛丝马迹啊 这是打算继续瞒着我 后天还要偷偷溜出去呀 魏莹 兄长问你的叶列笔记呢 写好了吗 蓝忘机收了琴 不动声色地问 哎 我在藏书阁又睡着了 没写成 只有晚上再写了 魏无羡愣了一下 堂塞了一句 然后赶紧撒娇 蓝湛 我都要饿死了 别说了 先吃饭吧 睡了一上午 怎么会饿 蓝忘机又悠悠地问了一句 魏无羡心里马上就警觉起来了 莫非 蓝湛知道我没去藏书阁 没事没事 就算知道我没去藏书阁 我也可以推说 我去后山看兔子去了 毕竟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不能自乱阵脚 或许 蓝湛刚才就是随口一问呢 于是 魏无羡决定继续插科打混 糊弄过去 笑道 我怎么知道 我就是饿呗 不是说我为疾弱惯吗 兴许 我还在涨 蓝湛 你说会不会过两年 我就比你高了 我得多吃一点 蓝湛基看了他一眼 这家伙撒起晃来 竟如此淡定 若非今日碰巧提前回了静市 发现他不在家 定然是要被他骗过去了 既然饿了 就在外头买点点心吃 何苦饿到现在 蓝湛基将盛好的饭递给魏无羡 不显山不漏水地问 魏无羡接过饭碗 就愣住了 蓝湛 我 是因为钱袋子里的钱不够吗 以往你出门 从来懒得带钱 我也就忘了告诉你 静市没有钱 你若需要钱 直接换管家来 让他拿给你 今日叫你好找吧 蓝湛基有些洁癖 所以静市是从来没有放过钱的 今日魏无羡 若不是找到原来包袱里的钱袋子 这事他还真办不成 蓝湛 我 你听我说 魏无羡再也没法装糊涂了 赶紧解释 把狗养在温宁那儿了 今日练得如何 蓝湛基看魏无羡这会儿一副心虚的模样 又好气又好笑 蓝湛 你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难道你跟着我去了 魏无羡简直难以置信 我若跟着你 会让你一个人去买狗 蓝湛基都被气笑了 不是一个人 我拉着温宁一起去的 魏无羡嘟囔着 你也太神了 坐在家里怎么什么都猜到了 我是哪里露了破绽 魏莹 你有没有想过 今日我发现你一个人悄悄离开云深不知处 会是什么感受 蓝湛基想想自己整个上午的心路历程 实在替自己抱屈 蓝湛 对不起 我是想给你个惊喜 我想若你知道我不怕狗了 你一定会高兴的 魏无羡有些慌了 糟糕 蓝湛定是生气了 你这不是惊喜 是惊吓 蓝湛基纠正他 蓝湛 哪里至于是惊吓吗 你不是都猜到了我去温宁那里吗 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吗 别生气了嘛 魏无羡放下碗筷去扯蓝湾基的袖子 若不是后来发现你带走了钱袋子 我能猜到吗 我怎会知道你去了哪里 你知不知道我当时有多 害怕 二十年了 这个人左右着自己所有的喜怒 忧思 悲 恐 惊 他竟然还在说 哪里至于是惊吓 蓝湛 我以为你不会发现我出去的 我想着 反正我一个上午就回来 就没想那么多 魏无羡明白了 蓝湛突然发现自己瞒着他 离开了云深不知处 定是胡思乱想了 他可能会担心 私命做了什么文章逼着自己离开他 甚至有可能担心 自己悄悄去了衡州 看望萧姑云 魏无羡一下子就心疼了 蓝湛一定被吓坏了 蓝湛 今日是我欠考虑了 但是你要相信我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魏无羡紧紧握住蓝望基的手 若有一天 私命有什么法子 以我的性命相威胁 逼你离开我 你会怎么做 蓝望基看着魏无羡的眼睛 他今日坐在静视里等魏无羡回来 就想过这个问题 他觉得必须要跟魏无羡有言在先 我 魏无羡一时语色 按照魏无羡的想法 留得青山在不怕煤柴上 自然要先保住蓝湛的性命 未来再寻转环的余地 魏莹 此命最多要我的命 但它伤不了我的心 而若你离开我 不仅会要了我的命 还会伤了我的心 你懂吗 蓝望基见魏无羡语色 越发觉得这话没白说 必须要说 好 蓝湛 我懂了 不管遇到什么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两个一起面对 绝不分开 魏无羡知道 当时在不夜天 他松开了蓝湛的手 蓝湛的心就已经死过一次了 心死比身死更加可怕 蓝湛再也经不起了 蓝湛 不论是你 还是我 我们都没有那么容易死的 不管四命将来出什么招 不管他是逼你 还是逼我 我也向你保证 只要你在 我绝对不会死 我不会再让你伤心了 魏无羡如今根本不敢去想蓝旺鸡那十六年 蓝旺鸡承受的真的太多了 好 你要记住你的话 蓝旺鸡郑重点头 他觉得今天能把这些话说清楚 那么自己一上午担惊受怕 也算有价值了 蓝湛 吃饭吧 我刚才说饿了 真是实话 你是不知道 我这一上午有多辛苦 魏无羡这会儿真的是饿极了 我说让你在外面买点点心吃 也是实话 何苦把自己饿着 真是钱不够了 蓝旺鸡皱了眉头 这个人就是这样不会照顾自己 我哪有时间买点心呀 我赶着回来呢 就怕被你发现了 话说你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魏无羡很想问问 自己今日究竟为何栽了 实不言 蓝旺鸡夹了一块肉 放进魏无羡碗里 先吃饭 吃完再告诉你 午饭后 蓝旺鸡烹茶 魏无羡坐在旁边 又是帮着地杯子 又是端茶壶 极力讨好 蓝旺鸡看他这副乖巧的模样 哪里还能生他的气 蓝旺 你发现我带走了钱袋子 为何就能确定 我去了温宁那里呢 魏无羡实在好奇 钱袋子和温宁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到底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你若不是出门前 就想好要去买东西 你会找钱袋子 你既要买东西 除了狗 还能有什么 你既要买狗 除了养在温宁那 还能养在哪 蓝旺鸡的三个反问 问得魏无羡 哑口无言 蓝湛 你简直太了解我了 若不是你说 我还真没有意识到 我一直就是这样的 若不是特意去买东西 出门根本不会带钱 魏无羡哈哈大笑 如何 今日可有成效 蓝旺鸡已经想好了 既然魏英下了这么大的决心 要解决怕狗的问题 那么自己当然是要陪着她的 哎 别提了 大个子看起来凶悍 其实温顺的要命 我感觉我不用恋 也不怎么怕她 魏无羡一想到大个子 就痛心疾首 大个子 蓝旺鸡困惑了 大个子是什么 嗯 就是我今天买的大黑狗呀 看起来又高又大又凶 我给他取名叫大个子 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 是不是跟小公子正好相配 魏无羡兴奋地询问蓝旺鸡的意见 蓝旺鸡无话可说了 他想 也许小公子和大个子 才是魏无羡取名的真实水平吧 古朴而雅正的得意 纯属是个意外 他突然有些庆幸 还好 他和魏无羡不会有孩子 否则这孩子的名字 实在堪忧啊